合格不合格 另外就是 abc 合格不合格比较简单 那这个多重的部分稍微先相对比较复杂 就是一幅里面还有一幅 那最多是七重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把这两个逻辑 变成 VBA 的话 那这边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第一个我们要丢公司 OK 复习一下 那我其实我是把这个公司丢到这边来而已 OK 那丢公司应该还记得 所以第二个清楚 第三个就是我不是丢公司 我是最后把 也就是说我这边的逻辑的判断 并不是丢公司 而是直接在这边 VBA 处理完 处理完之后再丢合格不合格 另外的话还有一个是成绩多重 OK 大概会有这四个按摩吧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怎么做 另外的话呢 待会就是再来一个制定函数 我如果不按按钮 也有没有制定函数 所以第一步的话也是一样 VBA 所以今天已经第四次上课了 所以前面东西应该要熟了 所以那个固定的步骤 我想慢慢就要知道 一切到 Visual Basic 如果 Visual Basic 预设是没有了 所以你们待会开发了 这个应该没有 自己开了 应该会吧 OK 然后呢 再来就 Visual Basic 如果我们要写 写的是这四个按钮的话 所以一般是奇怪的 先想象 已经有了 再来的话呢 去写 那写的话记得 Visual Basic 里面点击进来 一样嘛 反正进来之后的话 那我先把这边先删除 因为假设老这边都没有 你打开之后的话 应该会太大 所以记得把它缩小 OK 缩小主要原因是因为你可以把它放在旁边 然后一边看一边写 那接下来的话 这边可以把它往下调 为什么 因为看一下有没有模组 如果没有 我就直接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把程式写在这边 那我今天要写的第一个程式是 乘积底线公式 那我可以怎么样 再插入一个程序 那程序名称的话呢 就把它打在哪 打在这里 好吧 乘积 所以就把那个名称打在这边 然后接下来的话 就是按确定之后的话 Enter一下 记得 之前有同学 那个新注音 因为你没有Enter 他没有按确定 好像会出错 按确定 好 那再来的话做什么呢 就是撰写那个丢公式嘛 那应该还记得嘛 我们就把这个快速的打一下 4 i 固定的用法 等于第几列呢 第2列 到然后第7列 OK Enter两下 打一个 打错字了 4 所以这边的话 如果你打错字 他一定会 变成红色的 Enter两下 打一个 next 那如果要丢那个结果到哪里呢 丢到 h 栏 那你基本上写法就是 sales 哪一列呢 第i列的 h 栏 也就是输出写前面 这个要输出 等于什么呢 两个双引号 然后把公式贴到这边来 那贴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公式复制 记得取消 不够贴 当然我前面讲过两个规则 第一个是 如果里面有双引号的话 要变两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观察他的列号 比如说里面有没有那个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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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你这样切就看得很清楚 一二变一三 所以这三个数字要把它改成 i 这两个原则OK就好了 所以把这个复制记得取消 然后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用那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用Word 或者是说你可以用那个什么 这个Windows里面的那个 就是这个复制应用程式 比较简单的方法是用那个记事本 把它贴上去之后 再利用取代的方法 这样一定不会错 取代的话呢 一个变两个 这个应该我想已经做了很多事 以后的话请各位就自己练习 因为这招还蛮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完全还不太知道VBA怎么写的话 但这一招一定是OK的 那再来把这边改成I 双引号两个一到中间 M的两个一到中间加一个I就可以了 那前面有讲过了 反正主要是在M的前后加空白 那原因前面讲过 主要就是什么 把它这个字串切开来之后 然后用串接符号中间放一个I的变数 大概原理原则大概这样 那其实你大概多做几次之后 可能应该就已经慢慢知道为什么了 初期也许会有一点点不太明白 不过大概做久了 就变很直觉的OK 那另外的话呢我们可以再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清除 所以复制贴上这边的话呢 加一个清除 清除的话很简单 就是把后面这些把它删掉 加一个没有东西 OK那我们已经写好两个按钮 并且呢再把这个两个按钮变成什么 变成这个清除 输出OK了 清除也OK了 应该就这样 比较难的应该是这两个 那其实这两个跟刚刚这个输出公式最大不一样是 你是丢公式之后呢 以色列帮你处理 那这个是你做完之后再把结果丢过来 所以写法的话基本上怎么写 基本上我们也可以拿前面的这个复制下来 把它拿来改就可以了 因为有些东西是一样的嘛 第一个的话把那个Sub后面的名称改成成7好了 因为我这个按钮干脆就放这边叫成7 然后呢我的范围一样 差别是说呢我后面这边不是丢公式 我就把它放个那个空的好了 是放什么放合格跟不合格 也就是说这边的话有可能两个两个可能 就是如果他的依然的东西 假如是大于等于60的话 那我这边就输出合格 反之就不合格 所以写法这边注意哦 一当你跑回圈的时候 你这边要先写什么写一个一幅 如果什么呢 哪一个储存格 那你要去抓那个储存格的资料 OK 爱列的 那记得哪一栏 这边有一栏 所以你就出一个一栏里面的资料 如果大于等于60的话 空一格打一个then 那这个是固定写法 if 后面加逻辑 后面加一个then 然后 然后enter两下打一个else else是反之的意思 再enter两下 打一个end if 结束这个if的逻辑 好 那也就是说呢 这个then的下一行是说 如果这个条件 他判断出来结果为真的话 为true的时候 那就执行下一行 如果不为true的时候 就相反 不是哦 意思说不是大于等于60分 意思说小于60分 那就执行这个 那执行这个 所以其实这边是告诉我说 如果他不 那把这一行搬过来 做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里面输入什么 不合格的 应该是正代语 应该是合格 所以这边是合格 反之 反之就在这里 写在下面这样 那我的习惯是 把它直接复制过来 复制就按ctr键拖拉 我前面讲过 或者你ctrc ctr1也可以 不合格 这样就ok了 也就是说呢 本来我们的判断 是在那个Excel里面是这样子 写这样子 其实这一张写法 在VBA里面呢 就要变成这样的写法 这样子在Excel 这样子就是VBA 就是转移下来的 ok 那其实在 感觉一下Excel好像 比较精简 为什么 因为一行就搞定 那Excel VBA里面 要一二三四五行 对 都没办法 写程式 你就是 大家VBA里面 你就记得这样写 ok 没办法 因为有些地方 可能比较精简 但是问题来了 其实如果在Excel里面 你写这个东西 如果你要再复杂一点 相对没有VBA 来的有弹性 因为VBA里面 还可以改一些东西 那在公式里面呢 它可能就一定要 你即便很复杂的逻辑 你还是只有一行 你只能放一行 那VBA可以延伸很多 你要怎么写 都有弹性的 ok 好 那我们写完之后的话 就试一下 一样清楚 按下这个按钮 合格不合格 看一下 跟这边一样 那你会看这个结果 没问题 没问题 ok 里面的话没有任何公式 不像刚刚那样子 那最后的话呢 如果说我今天 写完这个成绩 那我如果要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成绩多重的话 其实也不用重写 你就把这一串复制一下 再贴到底下 那可是问题来了 这个地方呢 要怎么样把它变成ABC 因为这边只有两个 那如果我要变成四个的话 其实改法大概注意一下 你以后很多地方都这样改就对了 那一样名称改成叫成绩多重 然后呢 特别是一 这边先把它改成八十 反正由上到下 由高分往下 那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A嘛 对不对 然后 L一定是D 那B跟C怎么办 特别是哦 以后的话 写的方法 记得E 请你把 IF跟A 这两行复制一下 然后呢 Enter 请你再倒车到前面去 贴上就可以 那改什么呢 特别是说这一行跟这一行一模一样 这边改成七十 这边改什么 对 但是 还有一个地方要注意 一个逻辑判断里面只能有一个义父 就跟天上植物可以有一个太阳而已 对 就跟那个总统候选人也只有一个 OK 我是比喻啦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记得第二个怎么办 就是在前面加一个else alif alif alsif OK alsif 这样就OK了 应该可以看懂那个结构吧 那还有呢 C怎么办 一样 请你把这个复制 然后enter back到前面去 贴上 那改的话呢 就把这边来 六十 这边改成 应该会吧 OK 很好理解吧 所以如果你这个两重写得出来 那以后你多重也写得出来 那如果你还有还有还有 那继续贴地区贴地区贴 反正你多重逻辑就这样子 以后呢 就可以照这个方法 VBA里面就可以写 而且它没有像esale里面 只有七个义父的限制 这个没有啦 不过一般也没有写那么复杂的逻辑啦 一般大概 这样已经够复杂了 OK 好那最后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就执行看看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会改啦 改成这个 然后最后的话请各位自行加按摩 那我们就是按下它 这个OK 这个OK呢 这也OK 有没有一样 OK 不过这边按下去 两个看起来一样 实际上这个是丢公式 这个是丢结果 这个是丢公式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呢会我们刚刚主要是练习了VBA的四个按钮 四个按钮 那其实它的结构都一样 大部分该有的东西都差不多 三个部分 所以其实只要产生一个其他用复制来改就可以了 但是记得哦 这个改哪里要可能要熟练哦 不然的话 以后你要写写出自己想要执行的这个工作上用到的VBA哦 那就比较容易出错哦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 响意里面其实也有 那个 然后 其他云端上也有 OK 请各位试一下 好 谢谢大家